嗨 我是丹妮 今天要分享的是你投资美股一定会碰到的一张表格 W8 B1N 一张小小的表格 却能决定你要不要多缴30%的水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恐怖呢 放心 今天我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带你从头到尾去学会 先跟你讲一个我朋友阿诚 他第一次买美股 结果因为他 没有填W8 B1N表格 光顾息 就被IRS 扣的快三成 那种感觉就像是去夜市买一碗卤肉饭 原本50元 结果被老板直接收走 15元的手续费 你觉得夸张吗 这就是现实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美国对外国投资人的 一些遇口税 除非你主动证明我不是美国人 这就是W8 B1N 存在的原因 今天的主题 就是要让你少掉 这笔勇望钱 全名是 Certificate of Foreign Status of Beneficial Owner for United States Tax Withholding and Reporting 翻成白话 我不是美国人 请不要乱扣我钱 这份表格可以让你 一 避免被扣30%的股息税 二 可以确保 你的账务合法运作 三 三年一定要更新 简单也很必要 我常说 投资 不是 只看报酬率 还要看 能够 入单多少 填这个表格 就是 让你守住你的真实受益 第1步 基本资料 全名 要填英文的全名 而国籍 台湾人 就写 台湾 地址 记得要 写实际住址 不要填有真信 像 美国税号 没有就跳过 外国税号 写你的身份证字号 出生日期 月 至 年的格式 第二步 税务选定 台湾和美国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惠协定 所以直接填 台湾 即可 第3步 诚实的声明签署 这里 会很容易被 卡住 所以要记得签英文名字 好 刚刚讲了 为什么这个表格很重要 接下来 就要带大家 一格一格的填 别简单 我会讲的像 再填 一张像是 写联络布一样的简单 �도 不绘 基本资料的 第一行 填你的英文全名 记得 要跟护照上的一样 不要自己乱取 第二行 国籍,如果你是台湾人,就直接写台湾 第三行,地址,这要注意 一定要写你真正的居住地址 不能写邮政信箱 举个例,如果你住台北市信义区 就老实的填上去 步骤二,税务这里会蛮多人卡住的 美国税号,UST 我们台湾人一般人是不用填的,外国税滑 这里就填台湾的身份证号 参考号码可以填你的正确的账户号码 去方便对应 然后出色日期要注意格式 月日年 比如说你是19907月15 那你就是写1990年7月15号 步骤三,税务声明 这部分很多人会误会 其实台湾跟美国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协定 所以这一栏就是简单停的太晚 然后跳过其他复杂的细节 换句话说不用想太多 诚实写就对了 步骤四,诚实声明 最后你要签名 记得用正凯英文的名字 不要用中文 日期要照月日年的方式来填 这一步就像是盖章样 代表你确认自己填的是真的 到这里 其实一张W8BEN表格就完成了 是不是比想象中简单很多呢 很多人听到税务表格就头痛 其实它就像是一张你不是美国人的生命书而已 只要你照着步骤做 就可以避免被扣30%的税 差别是在哪里呢 我给你算一个小例子 如果你投资美股 拿到1000美金的股息 如果没有填表格的话 美国会扣走300美金 只剩0700美金 可是如果你有填W8BEN 你就可以合法避开 保住这1000美金 长期下来 这差距非常惊人 举个例子 假设你用FestTrade 当表格快到期的时候 券商会记性提醒 流程是1 登录我的账户 设定 然后找到W8BEN 第二个填好个人资料 然后点下一页 第三是跳过税务的前面 第四就是签名预览 再来就是做提教 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 小技巧 填之前先准备好身份证好 地址 这样子就不会卡关 常见错误 像是1 地址乱填 系统会判定 资料不服 2 签名用中文 直接推荐 3 忘记更新 将账户自动口水 有可能被限制交易 我常说投资不是比谁聪明 而是比谁细心 这些小地方 决定你能不能守住获利 很多人只想着 赶快赚钱 却忽略避掉这个损失 其实这是第一步 W8BN 就是第一步省钱小动作 想象一下你在打电动 你的装备再好 你的城墙破洞 人家就打爆你了 而最5就是这个怪物 只要你学会W8BN 就是把这个动物比起来 1 W8BN是避免被美国扣税的护身服 2 每3年更新一次 不更新 会被口水 还会把卡交易 3 填写 很简单 只要3分钟 只要你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请记得订阅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小铃铛 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大家都可以小缴一点冤枉税 你知道吗 当你帮朋友税下一笔钱 其实你也在扩大你自己的人爱圈 因为大家会记得 你是一个能够带来价值的人 今天的内容你学到了什么呢 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填表哥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呢 或者你曾经因为不懂W8BN的很多的 就忘记省水 我想听听的故事 最后祝大家打转特转 不只是学诗行 必须要握好你自己的资产 就忘记得到 现在已经回来 100%的派对 0日子 1日子